看到视频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教大家五种生活当中最实用的小技巧 给大家分享第一种穿针引线的小妙招 咱们在穿针引线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看,学一学这个方法 家里边长辈年纪大了,穿针引线非常的吃力 学会这个方法,穿针引线真的太简单,太好用了 针眼直接放在线上 直接我们上下摩擦揉搓 揉搓几下,拉动线头 穿针引线轻松完成,效果绝对完美 第二种小妙招,大家看一下 在货物运输物体进行压缩固定捆绑的时候 我们需要学会的方法,又叫做车夫结货运吊扣的终端结法 货车司机必备的手艺 当负绳拉起,锁在汽车铁钩的时候进行收集 捆绑货物压缩固定 这是一个非常好用安全可靠的方法和技能 第三种方法 施工作业,登山攀岩 包括我们蜘蛛人在外墙施工的时候 经常能用到的方法 撕钢锁紧的同时,大家可以看一看 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节点 像上送主绳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宁蛇不滑不开,送绳下降,收紧底绳,直接停止不动 安全可靠方便 当使用绳子在施工作业的时候,大家都会用到 但是绳子发生了破骨,断骨,断裂的现象 我们应该如何操作 使用这个方法,断绳,快速对接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技能 上方双绳做交叉,直接收紧来固定 固定完成的节点,我们可以看到 结实牢固,安全可靠的对接方法就完成了 非常的不错 第五种绳结技巧是一个双套约式称人结的结法 双套约式称人结,施工作业应急逃生 高空作业,户外必备技能 打出单结,单绳环反至下方双绳 在半扣上方直接提动,直接我们收紧固定 完成的节点,双套无绳头 宁蛇不开扣,安全可靠又实用 完成的节点,双套无绳头